纵观人类历史 神圣的讯息常笼罩在神秘的事物中 先知 弥赛亚 无论您怎么称呼他们 他们常受迫害与压迫 他们的话隐晦不明 但我们如何分辨真假 要做到这点 人们只能仰赖上天的引导 而真理将向那些认真寻求他的人揭示 今天我们将从道教经典中探寻更多的线索 描述如何能找到转世的老子 树部道教经典描述的揭示 是根据预言 明师老子将在一个动乱时期作为真君赴林 他的任务是恢复天地的平衡 并带来一个充满喜乐祥和的时代 其中一部特别的经典是 太上洞渊神咒经 简称神咒经 根据生活在唐朝末年的道士 杜光亭树 这部经是由生活在西晋末年的道长王钻接收的 当时中国遭到了饥荒和瘟疫的困扰 百姓苦不堪言 有一天 王钻正在禅访里替百姓向上天祈祷 这时太上道君示现在他面前 太上道君向他揭示了这部太上洞渊神咒经 并令他按其行事以拯救百姓 在太上洞渊神咒经中 太上道君讲述了末世和新时代的到来 他揭示说 在假神之灾后的任臣年 真君将出现以清除动荡 更新天地 他将作为王治理这个世界 而世界将会充满欢乐 道言 假神灾起 大乱天下 天下荡除 更生天地 真君乃出 假神年的时间与中国传统的农历相一致 农历有六十年的周期 每一年都有其相应的元素 生肖 天干和地支 假神年是六十年周期中的第二十一年 对应于公历的一九四四年 我们相信 这就是预言中的灾年 一九四四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值顶峰 这场涉及许多国家的冲突 使世界付出了七千万至八千五百万人死亡的代价 包括大屠杀期间的悲惨死亡 以及含原子弹在内的先进武器造成的丧生 最后一年是三千万人死亡的冲突 我们得到一千万人死亡的冲突 是一千万人死亡的冲突 我们得到一千万人死亡的冲突 我们得到一千万人死亡的冲突 第二次中日战争也已开始 这场战争涉及中国 被视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的开始 最终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45年正式结束 预言接下来说的是 这个世界即将摆脱动荡 更生天地的时刻将至 为此真君将会出现 根据预言真君将于任陈年出现 出现在二十世纪的唯一任陈年是1952年 最值得注意的是 青海无上师从上天降临到世间是1952年 尽管他身体生于1950年 但是先由一位第五届的圣人 在短期内管理这个身体 以提高震动力 直到青海无上师的灵魂 在预言中的任陈年进入这个身体 青海无上师已分享了这则 关于他目前肉身的精彩故事 我把身体拆下来 当它已经不能够 到来 第一个五届的人来 取得了身体 清理了身体 然后在二十年 他离开 然后我取得过 但之前那样 当然我来到生命 和生命之后 来看看 但是我没有关系 身体的妈妈 只有那天 我来到来 和那五届的圣人 但是 精神已经离开 身体 这精神已经拆下了身体 对吗 三千万人可能是指西秦王朝的全部人口 其聚之约为三千五百万人 因此 这可能是用来隐喻在整个世界上 真君将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相信青海无上是旧诗语言中老子的转世 一计真君 其牺牲自己来到我们的世界 已完成引领新时代 或称更生天地的崇高使命 在他高尚的一生中 明师老子是追随者们的明灯 确实他给予了他们如下保证 这条保证可改述如下 请日夜都想念着我 或念我名号 牢记着我的教理 我必不会忽视你们 请时刻把我放在心中 就连睡梦中一存慈想 我自然会知道 感应到你们高强的信心 在当前动荡之时 青海无上师也向他的弟子们 传达了类似讯息 Many humans or the majority of humans will not survive The end will come sooner even How soon also depends on human behavior repentance and you turn or not but you my so-called initiate disciples please take good care of yourself please make sure or all your food or all your food is pure vegan if is not if you are not sure if in doubt better don't eat it pray in your heart meditate with all diligence please this is all I can tell you not much more I can the hour the hour the end might come sooner than you expect than anyone expects even if you are my disciples you must be diligent practice well and if you can tell all your relatives and friends to be vegan and to pray for their survival if they even listen this is for you only because the world out there doesn't listen to me much when you see the future then you feel a little anxious about then you meditate more and you pray to the master power to make it smooth and if it's something bet you pray that it go of away or it becomes minimized and if it's something good then ah we wait to see right remember me i i can do anything for you free of charge go ahead and make war as if your religion doesn't tell you what wallmakers will reap in hell you ya da guanjong 感谢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节目